马来西亚莲花巷尾问的 弟子想先为父母亲两个人念满八百万遍的师尊心众 祈求师尊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 马哈双连池 是否可行 之后再轮到自己念 这是很有孝心 你是很有孝心 为父母亲两个人念满八百万遍的师尊心众 这很有孝心 这个孝心可以感动天 孝心是可以感动天的 现代的人能够有这种孝心的 也不多了 尤其是在很现实的这个世界里面 真的要有这种孝心的人也很少 也很少 我们有时候啊 想念自己的父亲母亲 想念自己的这个亲人 总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真的也是很感动天的一件事 他也是很有孝心 我认为是可以的 先为父亲母亲 念满八百万遍的师尊心众 以后 以后再轮到自己念 当你念满八百万遍的师尊心众的时候 你自己就已经会有感应了 先为父母念 再为自己念 非常好的 第二个问题 请问双亲两人的话 是要念八百万遍 还是一千六百万遍 港人师尊以以解答 一个人八百万遍 两个人就一千六百万遍 再加上你的八百万遍 那认真的念 一定会的 这是马来西亚莲花向尾文 在想念自己的亲人 我常常唱一首歌啊 这首歌是想念自己的母亲的 就是 美丽的美丽的天空里 出生了善良的小行星 好像是我妈妈的 慈爱的眼睛 妈妈的眼睛 我最喜爱 常常常地叫我 做个好小孩 不成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